哎哎哎哎顾行长你干什么打人犯法了你 你你到底跟我朋友说什么了 嗯什么都没说你赶紧放开我 你是不是跟他们说我是gay让他们疏远我 是不是 我没有从来没这么说过 我就是说你对女人不感兴趣 哎呦我什么时候对女人不感兴趣了 我告诉你你就是故意的 你嫉妒那些女人你不想让我走是不是 顾行长你疯了是不是 哎哎哎放开我 我怎么可能惊得那些女人呢 我告诉你现在我所有的朋友都在疏远我 都因为我是gay这都是败你所赐 这事你也不能全都怪我呀 连你朋友都说了这么多年从来没见你对哪个女人动心过 呵呵你以为我顾西成是谁啊 我是动物吧 我怎么可能跟别人随随便便上床 我是有原则的 我不管 反正那么多大美女都不动心你肯定有问题 哎哎 你不要让你放开我 你要再帮我我就喊人了 呵呵你是我老婆 喊昨天都没人管你 我错了我错了我给你造型 现在已经满了 你不是说你要走出来吗 我不管了 我只要证明给你看我是不是男人 郭地装 你要是男人我就不要再放我了 我也不想跟坏人在一起 我帮你把那样的». 我曾经想认识了 不认识《男人》 我曾经想认识啊 她不认识了 我跟坏人不认识啊 她必须要求你 我达了 不认识 你才不认识啊 好 谢谢 四川 有 好 诶 素 看 我 老大 保长 不认识 无事 我们几个从小到大 确实没有见过你 跟某一个女性乱搞过呀 所以那个女的那么一说我 你懂的 当然 我不应该倾信她的谣言 对不起 我很抱歉 兄弟 我跟你们说你们几个 千万别像我这么早结婚 这婚姻就是人生的坟墓 其实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算我们几个 不把你当歪了看 可那些妞都当见了 我们几个嘛 好说 自家兄弟 不会把你当剪了看 对 在我们的心中你是纯爷们儿 可是在女孩们的心中 你呀就是弯的 你才弯的 我弯吗 你哪只眼看着我弯呀 你看看我的雄性额尔蒙 迸发的 看我这胡子多性感 可是关键女孩们 认为我也是弯的 这是被你所赐呀 行了 你别在这添乱了 赶紧帮我想想办法 办法有 就看你活不活得出去 说呀 找我女孩 啊 你还想不想办法 我还想办法 除了 我还想办法 让你工作 你是粉丝尔导臣 你还不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都把你扑倒了 你竟然把人家给推开了呀 哥们 你还说你不是同性恋呢 你才同性恋 是啊 我承认安娜是个大美女 但是我一想到 她有可能跟别人上过床 我这心里就不是滋味 我告诉你 你心里不是滋味不是问题 现在所有喜欢过你的姑娘 心里才不是滋味呢 大家都认为你 就是个弯达 谁在乎 我只在乎我在乎的人 那我们今天晚上继续快乐咯 叫上萌利和商阵咯 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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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安娜 你误会了 我真不是gay 我喜欢女人 你喜欢男人 喜欢女人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以后啊 你别再找我了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拨 对不起 贺琴也不知道去干什么了 打电话也不接 她和妈妈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 能不能治好 妈妈 不管你的病能不能治好 都快点回来吧 好想你啊 他们都落实了吗 已经办得差不多了 可能还要三五 少爷回来了 方叔 回来了 奶奶 我上楼了 去吧 老夫人 最近一段时间 少爷的心情好像不太好啊 以前他玩惯了 不然改变了生活作息 他肯定是不适应的 不过没事 过一段时间啊 他就习惯了 也不知道少夫人是怎么劝少爷的啊 看来啊 这个孙媳妇取得还是有作用的 西城也不怎么出去了 小两口呢 可以在家里多待一待 让他们俩呀 好好地培养培养感情 我呢 也可以早日啊 抱上曾孙子了 喂 先生说 来吃饭哪 好多美女啊 算了 最近我闭关修炼 你们玩吧 我不去了 拜拜 进来 进来 怎么了 副总 关于陈南的快递 我想向您请示一下具体的操作事件 查副总 公司请你来是看中了你的能力 才给你这样的职位 如果连这样的小事 你都不能自己决定 还要来问我 那么我要考虑考虑 给你的这份酬劳值不值得 我主要想问一下顾总的意见 毕竟李老他们 都觉得这块地没什么发展 李老他们的意见不用管 城南这块地我很了解 是很有发展前景的 去搞定他 以后没什么事不要上了 西生虽说这些天不出去了 但是他现在天天在楼下打游戏 没日没夜的 再这么下去啊 她的身体就要垮了 你身为他的妻子 你得管他呀 可是老夫人 他不听我的呀 你不要找理由 那都是借口 你身为我们顾家的少妇人 你就得要时刻关注着他的身体 他的健康 不管怎么说 这事不能再这么下去了 这件事就交给你了 你负责恢复他正常的作息 可是老夫人 行了 不要再说了 老夫人慢走 什么都让我管 什么都让我管 可是顾西尚已经这么大的人了 他怎么可能听我的呢 有事儿啊 你奶奶刚才找我谈话了 说你这么没日没日的玩游戏 对身体不好 不能再这么下去了 要不是你诬陷我 我能老待在家里吗 可是我已经道歉了呀 再说了 就算你不出去玩 你还有很多其他的事可以做 比如休息休息啊 比如睡个觉啊 再有陪陪奶奶也挺好的呀 行了 你别烦了 咱俩不是说好了吗 我的事你别管 你的事我也不管 你以为我愿意管你啊 这是你奶奶的意思 你这女人怎么这么烦啊 你是不是更年期到呢 你稀丑你 滚 都是你 扫巴西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捣什么乱 贺锦西 你故意的是吧 我不是故意的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对不起 都是我错 全怪我 都是我不好 滚 谢谢 这事还没完呢 姑息车 感受是更年轻 秀兰 我来帮你 谢谢少夫人 不客气 你去忙别的吧 老夫人好 老夫人好 奶奶早 今天早上起来得挺早啊 表现得不错嘛 今天早上约了人 好 拿来 给我 西长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 奶奶 你不知道这个女人有多讨厌 只要我一玩游戏她就捣乱 玩游戏 你多大了 玩起来就没完 你别忘了自己的身份 你是神龙集团的继承人 怎么还跟孩子似的你 奶奶 我玩个游戏怎么了 奶奶的意思呢 你玩游戏可以 但是不能每天都玩 而且不能玩得那么晚 熬夜对身体特别的不好 闭嘴 有你什么事 怎么说话呢 是我让锦西管你的 西长啊 你已经结婚了 该懂点事了 你不能怪锦西啊 你要是 再这么不注意身体 我还得让她这么管你 知道了 好了 吃饭吧 吃完饭呢 你还有事呢 老夫人 您是在担心 少爷和少夫人吧 是啊 也不知道这小两口啊 现在到哪儿了 少爷这方面的经验 可能少一点 但您放心 不是还要少夫人吗 是啊 锦西啊 倒是个让人放心的孩子 您喝茶 什么意思啊 打雷了 下雨了 怎么办啊 下雨了 下雨了 好 再见 张副总 怎么样 刚才面试了几个 这个学历和工作能力还行 就是颜值差点 你说顾总也是啊 只要能胜任工作不就行了吗 非得要求那么高颜值干什么 再看看 行 要不这样吧 张副总 您也坐一会儿 亲自感受一下 好 来 下一个 好 大爷 太感谢您了 要不是您收留我们 我们可能就要在山里过夜了 这山里条件差 不像城里 蚊子有多 可我委屈你们了 谢谢啊 你们聊啊 我先进去看看 换好衣服了 对啊 我们俩今天运气真的很不错 要不是碰到这么好心的一个人家 今天晚上还不知道要怎么样的 来来来来 你们淋了雨 喝完姜汤 去去寒气 谢谢大妈 谢谢 你们歇着啊 我给你们做点吃的啊 谢谢您了 好 喝点姜汤吧 淋了一天雨了 小心感冒 怎么了 顾大少养尊处优惯了 没待过这么差的环境 喝不下去吧 不是 我记得我父母亲去世的那天 也是下着大雨 我淋了雨 奶奶也煮了一碗姜汤给我喝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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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国小姐 我们一定会认真考虑 今天的面试呢就到此结束了 你看看你还有什么需要了解的 如果没有的话呢 我们会在三到五个工作日内 通知你面试结果 嗯 我们有什么问题了 今天辛苦了 再见 再会 这个还不错 下一个 大妈 这是干干净净的我才洗过的 平时是我闺女用的 她在县里打工 你们用吧啊 放心用 不是 干干净净的 大妈您能收留我们已经很感谢了 那你这样弄得多不好意思啊 我看你说的 你们是客人 咱家这个条件也就这样了 别嫌弃才是 没有 你们小两口啊早点休息 明天呢有什么事再说 好 再见 我先走了啊 谢谢 好好好 先生啊 行了 磨叽什么呢 睡觉了 我睡左边男左女右老规矩 别想了 睡觉了 我已经安排好了 行了 司徒明天早上会来接我们的 磨叽什么呢你 快睡 看什么呢 关灯 不是老头子 你怎么晚还出去啊你 小点声 这俩孩子都睡了 我去老三家找他看看 能不能给咱闺女借着学费钱 我说 要不咱都别让闺女了 我胡说了 这怎么行的 这闺女争气考上了大学 我们家祖宗三奶又上大学的 你别管了啊 你得着急睡吧 你 你当心点啊 早点回来啊 小伙子 大爷 这要走啊 是啊 我们该出发了 谢谢您和大妈的招待 可不敢 四伦叔 我跟你说啊 顺着我手指的这条路啊 一直走 到前面就能看见大路了 不过啊 这路不大好走 你们可得当心啊 路也有点滑 行 您放心吧 锦西 你快点 来了 大妈 大妈 大爷 回去吧 走吧 走呀 欢迎光临 老板 把你们店最好吃的菜 速度最快的 赶紧上去口 好好好 你们稍等 稍等 银行 corporate Mihina 来吧 波罗 la 买单 来 买单啊 我早上出来的时候 把钱都留给大妈了 你有钱你去买吧 老板 刷卡吧 不好意思 我们店的酒没有按照 你不会带我出来 薪金也不带吧 我带了啊 那福建啊 那个 大爷大妈 她女儿不是要考大学吗 我看他们家条件不好 我走的时候 把现金都留给她了 你也听到了 你以为我睡着了 你们俩谁买的 拿着 老板 这块表 少说可以买你们十家店 购买单了吧 哎 你干嘛呀 没钱买单怎么办 我有办法 干嘛呢 哪儿呢 乐不思数啊 什么 哎呀 我的天哪 你怎么那么有才呢 你怎么那么有才呢 一次下游怎么整得跟西游鸡似的呀 等着啊 大师兄马上过来救你 你知道我到了那家饭店以后 看到他两口子在干什么吗 他在爱心里面 尽量都是多会下飞 不管同样的是非 他在给老板刷碗 什么 刷碗 你刷过没有 谁会刷碗啊 我也没有刷过 西成 你好样啊 你每次都走在时代的前列 行了 行行行 别没安没两的 差不多得了 看来啊 这旅游有风险 自驾需谨慎哪 让你去自驾游 没让你去开荒好吗 你没事往那深山老林里边 泡什么呀 有油吗 有信号吗 能刷卡吗 长点心吧大哥 不管怎么说啊 顾少这次出行计划 是彻底失败了吧 不能叫失败 只能算一次失误 不过我还真没想到 顾大少爷第一次动心思啊 竟然是自己的老婆 对自己的老婆动心怎么了 这越拿不下的 我越有兴趣 我跟你们说啊 我要放大招了 大招 少夫人 怎么了 露露 少爷让你去拿花园 他有什么事吗 这个我也不知道 少爷在花园等着你呢 要不你过去一趟 好 生日子 没有 多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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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夫人很好 大家都很喜欢她 你看就连少爷 也和她越来越和谐了 是啊 现在就是希望他们 能快点有个孩子 有了孩子 西城就懂事了 我呢 也能放心地 把公司的事啊 交给他手上了 您别着急 小小少爷会有的 您是不是要回房休息了 请 贺锦西 你睡了吗 还没啊 聊会儿天吧 说真的 我真的没有想过 我会这么早结婚 还有 刚开始我对你没什么好感 真的 不过这段时间我发现你 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就像我奶奶说的一样 你是个好女孩 所以 我不想逼你做你不愿意做的事 但是毕竟我们结婚了 我们以后还要生活在一起 所以我想 我们还是从男女朋友开始做起吧 你说呢 时间不早了 早点睡吧 晚安 你先买了一个包啊 对啊 电影机制作品的 好看吗 好看 好看 大牌子 哪有不好看的 多少钱买的 男朋友送的 要是我自己买啊 我可舍不得 顾总 顾总好啊 走 不过这段时间我发现你 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就像我奶奶说的一样 你是个好女孩 我想 我们是不是可以从男女朋友做起 我只是想提醒你 在我回去之前 看好顾锡城 你如果跟她发现了什么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安安 进来一下 进 你不客气 有什么吩咐 我记得我们集团 曾经要收购一个品牌叫 阿灵 对的 阿灵品牌是专门做 国际奢侈品香包的 但是由于他们提出的价格 比咱们公司的预算 高出了百分之十 所以呢 李李氏他们不太赞同 收购这个品牌 你打给他们的负责人 就说他们的价格我同意了 什么 这 顾总 他们提出的价格实在是太高了 李氏们肯定不会同意的 要不您再考虑考虑 不用管他们的意见 我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出了事我负责 好吗 好 颜希 你那工作啊真是好 时间悠闲吧 还能赚钱 我看你气色都好多了呢 没有 就是这份工作呢 休息的时间比较多 像这样既轻松又能赚钱的活 换成我 我也一定去 下次你们公司招人 一定要告诉我 我肯定去 我都不知道自己能干到哪天哪 说不呀 哪天我就失业了 暂时的 我说呢 不过颜希 你得早点做打算哦 我心里有数哦 你老实告诉我 你是不是被人包了 去你们才被人包了呢 我太多了 你能做什么 我怕不得了 你老实知道 你老实有点 你老实说 你怎么办 我带你 我带你 你老实说 你老实说 你只要跟我 我带你 你老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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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夫人啊 虽说集团平时的事是由西城做主 可是这回这么大的事 他也不和我们理事商量 自己就决定了 明明在价格上还有商量的余地 可结果呢 他这一出手 就比预算多出了百分之十的价格呀 老夫人 说句话 您别不爱听 你不能再这么纵容西城了 否则我们 老李啊 你别这么激动 收购阿里品牌的事 那是集团早就做出的计划 西城只不过是在价格上面提了一提 也不是什么大事 你看 你急的 老夫人 你也太惯着西城了 李叔 您来了 西城啊 你李叔来啊 就是想问问你 收购阿里品牌的事 你收购的价格 比我们语气的价格 可是高出了百分之十 原来李叔是无事不登三宝店的 其实也没多大的事 对方呢一直压着价格 就算我们再僵持下去 他也不会降低价格了 再说了 这百分之十也没多少钱 以这个品牌 在国内的生殖空间来讲 这钱很快就会赚回来的 可是超出去那一部分 不是小数目啊 西城 李叔 您年纪大 今时不同老日 很多东西跟你们当年不一样 很多东西要做 就得立刻做 免得夜长梦多 奶奶 我有点累了 我上楼休息了 老夫人 你看见了吧 根本就没把我们放在眼里 嫌我们老了 好了 别气了 孩子有一句话说的是对的 年纪大了 生不得气 顾星 你要干什么 我不想干什么 你 不想干什么是要干什么 我是想告诉你 生命在于运动 健康 健康 成就未来 贵先生 你有病吗 看能装多久 对 我 你 我 看能装多多点 你 不知道 钱我会打到账上 你记住了 冠一顾西成的一切 你都要向我汇报 尤其是他身边 新出现的女人 好 以前那些女的 她现在都不怎么联系了 不过公司最近 要招一批新人 顾总特意要求 要留一些年轻漂亮的 那你是到底怎么做了 是是是 我肯定帮您留意着 等到时候人事 把那些人的名单交给我 我马上给你传一份过去 那辛苦了 程总 这几个呢 都是经过层层的筛选 都是高血厉高颜值 您看怎么样 南宫琉璃 这个名字很特殊嘛 这个很不错 形象又好 血厉又高 应该符合顾总的要求 好 通知他们 来面试 好 那我去吧 方叔 锦西和奶奶呢 老夫人怕邵夫人 天天闷在家里无聊 带她逛街去了 逛街去了 你去把露露叫过来 您稍等 奶奶 我们今天出去干什么呀 带你去买衣服去啊 买衣服 奶奶我不缺衣服呀 你那些衣服啊 都登不了台面呢 你现在啊 是我们顾家的少夫人了 出去 那是代表着 我们顾家的形象的 本来呢 应该带你到国外 去定制这些衣服的 这不是时间太紧了吗 等以后再说吧 谢谢奶奶 谢什么呀你 这是我们三个的秘密 少爷 这样不太合适吧 万一老夫人知道了 老夫人那你别怕 有什么事我担着 露露 考验你的时刻来了 你要是搞砸了 我扣你奖金 忙去吧 是 是 是 喂 让我去面试 好的 我一定准时 这一次 我一定会成功的 贺锦西 我倒是要看看 你运气 还会不会这么好 你就等着吧 我今天就要坏了 马会儿人少夫人 回来了 方叔 静西啊 我先回房间歇歇 露露啊 把少夫人东西啊 送从房间里去 今天啊 逛了好几个商场 我累坏了吧 赶紧些 赶紧些 露露你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忙啊 你去忙吧 这些东西我自己拿就好了啊 露露 少爷 怎么回事 怎么能让少夫人拿这么多东西啊 没事 这些东西就是看得多其实不重 我把它送上去 马上下来再拿一趟就可以了 那怎么能行呢 你作为下人要有眼力见 我不是告诉过你 要尊重少夫人吗 顾学生你不要再说了 这些东西真的不重 你别替她说话 我不严厉地批评她 她以后不会改正的 算了 算了 露露她已经知道自己错了 你不要再说她了 不行 必须惩罚 不惩罚她以后记不住 露露我告诉你 这个月的奖金被扣除了 少爷 不是你说的吗 你虚我也要说 无论少夫人做什么事情 都让我们当没有看见 我什么时候说过 明明是你不尊重少夫人 你还想栽赃给我 明明就是你说的 刚刚方叔带的时候 她也听见了 行了 你别说了 你要是再说的话 我就真扣你奖金了啊 顾西成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什么什么意思啊 我能有什么意思啊 少夫人 都是少爷让我这么做的 对不起 我给你拿上去 没事 真不总 露露 给 露露 谢谢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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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